大家好我是阿伟 又给大家分享我们的小院生活了啊 你看我身后的这个草坪今天第七天了啊 给他看一下我们的草坪的一个生长情况 已经长出来了你看他看到了 长得好好啊你看看这个草 这就是第七天种了草子之后 然后医生说再过一个不是那个 那个叫师傅说再过一个星期整片绿油油的了对 再过一个月的话那就好了就成平了 到时候这边围上那个篱笆围起来 里面搭上贴幕搭上帐篷啊 那狗狗也在这里面玩 朋友来了这里面也可以体验户外生活啊 然后我们这块区呢我们就把房车停在这里 然后贴幕打开门打开就是这个草坪 特别惬意啊 然后这边呢我们就是种那个菜 这就是我们的小菜园 这个小菜园呢我规划成一格一格的 到时候这里面吗种萝卜 那里面吗种什么什么的啊 然后还有呢就是铺上这个呢 下雨天啊我们到这里来摘菜啊之类的呀 就像城里面一样啊脚上也是干干净净的 不会沾到泥巴是吧 够了这么大块地够了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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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还有那里啊 种很多很多菜呢 怎么样我规划的这块菜地啊 到时候长出来了朋友们过来啊到我小院来 偷菜啊 我们小院的土建的基本完工了啊 然后今天呢我让师傅 把这个排水沟这个边边呢把它固化一下 然后堆上石头然后打点混凝土 然后就牢固了 然后这边呢就清理干净就可以停车了 这里可以停好几辆车 然后这个入口处呢有点窄 然后这边呢准备加宽 到时候这里呢用个模板到时候打一个混凝土 看一下我们这两只鸡又长大了好多 就是这个母鸡一直不生蛋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里弄好了之后 到时候这里呢搭一个鸡棚 然后搞个架子 然后这晚上呢就可以睡在这里 然后白天呢就在这里走来走去玩 然后这样呢这边呢也敞亮点也能看到那个风景机 否则的话在这里面看不到风景在里面 院长种菜吧 这个等会我们到 就在这里面上把它打下来 这是白菜 这大白菜是吧 嗯 白菜 对 就那个大白菜 对 大白菜就在这里面 这个是黄瓜 还有那个番茄 这都是何师傅给我的 我是去买 他说不用买他家里好多 然后这里面呢各种各样的菜 这种菜先做 那块 那块我们撒那个青菜籽 那里面画线 我看过真的了要走 我哪都没走 到鸡棚里去看有没有那个鸡粪 撒点啊 我说何师傅这辣椒你们吃啊 没事没事 再去再去 过两天就可以吃了 我好好 哈哈哈哈 有个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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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动点 多不过 做一块地的 就说了 把草要去掉 反正的话一定要被草抢住了 是吧 言者 下雨了下雨了 下到了下到了 现在我们种的这个是番茄 番茄蛋汤 这一下到了不用浇出来这个菜 你看这草坪 刚刚那个雨啊 说一下就像一会晴天一会下雨 这就是丽江这边啊 最近雨季呢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现在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我们 之前我们在家里面带了家坊 出来之后啊很多朋友说你们公司不开了吗 其实我们公司正常在运营的 公司员工呢每天都在发货 老粉都知道啊 所以现在呢我们会让公司的员工 到时候我们有有一个公司账号 我们按在下方我们在14号 我们公司员工呢会正常开播 对吧 然后14号那天呢 也有点小活动啊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 南辉家坊啊 好了 那我们现在雨停了 要去干活了啊 就继续种菜 看这个 萝卜 你看本来是倒在那边的 你看 都 活了啊 感觉这个早发育啊 那个感知都被长硬了 这个这个辣椒都长这么大了 这边呢我们撒的这个白菜籽 他们说一个星期就可以吃了 然后这边撒那个 香菜 这边 盖一下 嗯 哇 种地好有趣啊 我感觉 过两天就发芽了 那你看这边 这一排的是种的黄瓜 这个小苗啊还没长大 这两棵呢长大了 然后燕子呢把这个杆子已经插上了 然后就慢慢的这样子爬上去 这样爬上去 到时候有黄瓜接起来了 朋友们啊 从今天起啊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菜地了啊 到时候就不想上街的话 自己菜地里面把点菜啊 炒个腊肉啊 炒个腊肠啊 然后喂的鸡呢 到时候多喂 多喂几个鸡 到时候载个鸡啊 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开始了啊 然后还有这边 这块地里面还没种了哈 还有这块地 还有那块地 这块的清理雕就是一块地 还有三块地没种 好收工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啊 就是前几天我说的 我们准备把这里面 切开也争取了网友们的意见 很多朋友说对 切开方便一点 燕子做饭的时候呢 这里炒个菜啊 然后可以在那边做一会 然后那边要洗个什么东西呢 跑到这里来洗呢 走来走去方便一点 否则要从那边绕 从这边绕过去 非常不方便啊 现在就方便了 然后还有就是以前 这样的嘛 然后燕子在这里做饭 烧火的时候 火和烟啊 从这里冒上来 燕子在这炒菜呢 也不方便 所以呢 燕子现在可以在 在这里炒了 在这里炒都可以了 然后还有等这个水泥干了之后呢 我会像这个一样 浮上这个泥巴 因为这里面本身就是土做的一个土灶嘛 这样的话更加的原始一个土灶 漂亮吗 朋友们怎么样 现在打开之后 好了 燕子做饭了 看一下 今天我们吃些什么菜 这辣椒炒肉 姜丝 姜丝 辣椒炒肉 一个菜 一汤 青菜汤 青菜汤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猪肉呢 是我们年前买的一只土猪 那吃得完啊 两个人 要多来点朋友拼命吃啊 看一下燕子的刀工 每天看一下这两只傻狗 姜丝炒肉丝 青菜汤 嗯 开吃 朋友们越来越喜欢这种农家生活的 特别特别的想吃了 小时候就很厌恶 小时候这种青菜啊 我等晚喝 你先喝汤嘛 我们先喝汤 小时候最怕的就吃那种地理的菜啊 现在就青菜啊 这种特别喜欢吃 青菜汤怎么样 啊 你青菜汤怎么样 好吃 好喝的 那当地人烧的 就素的 素的 挺清香啊 挺清香 以后我们自己地理面找出来青菜 现摘 现切 现做 更好吃 更香 在这种农村里面 有个会做饭的老婆 那真的是一大享受 辛苦了 辛苦了 来来来 来 来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 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常视频 记录真实生活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看啊 好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